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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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8年这2540年间的时间 黄河下游绝口多达1500余次 其中大的改道竟然高达20多次 最北端的出海口曾经在今天的天津附近 而最南端曾经数次夺怀入海 所以啊 松染的黄土平原既是养育了祖先的过度 又是随时让文明归零的河道分场 建筑在这里的城邑和农田 每二十个月就要为自己的命运臭密 殷商王朝的前五个都议 无一不是在黄河可能淹没的 这说明即使是可以集聚若干精英 拥有一定知识储备的殷商王室 对当时中原的自然条件 依然是没有成熟全面的地理观察 上书中记载了谭庚的说法 翻译成现在汉语就说 每当遭到天灾 先王只不会舍不得自己辛苦建造的路程 可见一次次迁都的背后 是一次次天灾的教训 认识自然 哪怕仅仅是认识黄河 在没有摇杆技术 甚至没有地图的年代 要想完成永久定居地的选择 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除了自然条件 人类永久定居还需要生产能力 和综合的社会组织能力 达到一定的水平 才能自然产生出永久性的土地居住 比如 如果你是半农木半渔猎的部落 那周边树林里的果子和小动物吃完了 你会搬家 土地种了几年 地力减弱 窝棚住了几年 破烂了 你会搬家 人类粪便生活垃圾堆到一定程度 你还是会搬家 这是在新石器时代 就算你看清了河流变化的方向 掌握了适度采集和渔猎的规律 形成了管理分辨和垃圾的社会共识 但只要你手里还是只有石头的工具 翻地翻不翻 砍树砍不动 守着又臭又烂的老窝 远不如换个地方 放火烧荒 搭建新房的水 所以 没有青铜的工具 人类是连定据的愿望都不会产生的 有了青铜的锄头铲子 祖先才可以伸翻土地 有了青铜的斧子 凿子 祖先才可以大量砍断各种直径的木头 搭建有跨度的 有规则形状的柱房 是生产能力在决定着生活方式 青铜不仅仅是王石典异中的锂器 它还是人类制造的第一代金属工具 全球范围的铜器考古发掘确定 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大约是八千年前 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右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那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我们没有办法用细节 证明人类的青铜文明 是如何通过交流传递的 但是我们相信 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人类的交流都会必然发生 化学家斯沃伊东 在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千铜位素时 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隐秘细节 阴商早期的青铜器中含有高放射性成因千铜位素 但在东亚大陆 却没有这一特性的千矿存在 这些阴商早期青铜器的放射性 竟然与远在非洲的埃及青铜的特性 十分相似 而商朝晚期的青铜 却能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找到相同成分的矿团 这一发现 用科学证明了 古代人类文明存在大范围交流的事实 不但是交流的成果 人类青铜文明交流的路线 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 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并不是在中原 而是在黄河上游 甘肃临夏地区的马家园 最早出土的是一把青铜小刀 这把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青铜刀 距离今天大约5000年 当然 一把小刀可能是某位原故的旅行家 偶然携带的 但是1924年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又在同样位于甘肃临夏的西家坪 出土了一批青铜器 年代为距今大约4000年 于是 一条从西亚到东亚文明传播的北线开始浮现 近代考古学家 在新疆的霍城 塔城和昌吉等地区 发现了多件同样距今 4000多年的青铜器 这让这条北线 更加清晰攀美 1983年 考古学家在今天山西临分的陶寺文化遗址 发现了一个小铜铃 这是一件用98%的纯铜制作的当地陶铃的防制品 铸造水平比较粗糙 还有很多气孔 明显是当地工匠的试制品 考古学家后来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个齿轮状的铜制手环 这一发现让东亚大陆青铜冶炼加工技术 由西向东的传播的北线逐渐接近了中原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盆地 离成都不远 有个城市叫瓦罕 1929年 当地居民燕道成先生 在自家门前青桃水沟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整整一坑的密集 三星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幕 从此开启 三星堆文明有前后两千年的历史跨谷 最早的文物距今大约4860年 注意 一条从西亚到东亚的文明传播南线 开始出现了 三星堆的青铜文物 一般认为是与夏商同期 高达2.62米的人物立像 4米高的巨大神数 双目突出的特殊的人物假面 人物造像中 面部构成的特征 服装样式和整体造型 都呈现出明显的 非中原文化特征 如果你知道中国西部曾经是 西亚北非文明与东亚文明的中转站 面对这些奇异的造型 就不会夸张地连想到外星人曾经到过地球 中原青铜区最早的发现是在河南掩饰着二里头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多达上百座古代建筑的遗址 出土的人物属于历史年表中下朝的中晚期 以及殷商初期 距离今天大约三千六百年 这些青铜制品即便不是远道而来 它的年代也比中国西部最早批量出土的青铜制品 大约要晚四百年 比陶寺古国消亡的时点 大约要晚两百年 尽管这一发现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证明 下时期有王朝的存在 但却百分之百地确认了中原青铜时代的到来 我们用不着把文明与王朝等同起来 因为文明比王朝重要得多 二里头的青铜文物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们大都是青铜的礼器和兵器 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物看作是当时有钱人的奢侈品 但出土的工具却是石头的 说来也巧 二里头这个古代的建筑群 只有首领的宫殿 用回廊构成的院墙 百余做建筑的周边是没有城墙 按照甲骨文的定义 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国 从考古发现看 殷商时期所谓的国 就算是有了城墙 那个城墙也是非常低矮的 更多是用来阻挡野兽的 除了首领有限的防射 城邑的更立和建筑的财富价值 还不足以让人费劲地去修筑高大的城墙来守卫 实际上 除了青铜冶炼技术 两河流域 美索布达米亚的文明 与东亚大陆的中原文明之间的交流 还有很多重要的巧合 公元前三千二百年 苏美尔人发明了同属于象形文字的 歇形文字 并且成为西亚不同语言的共用文字 而在三星堆 古蜀国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 山西陶寺也有了写在陶至扁湖上的象形文字 在中原就有了甲骨象形文字 再比如公元前四千年 苏美尔人发明了轮子 并且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车 两千年以后 殷商向中国西部的游牧部落 学习了车辆的制造技术 甲骨文中也有了车这个字 被驯化用来拉车的马匹 也用尸骨证明了这一相同过程 考古学家在中亚哈斯克斯坦的波泰遗址 发现了大量五千五百年前的马骨 这些马匹向东行进的下一个地点 又是四千年前的甘肃七甲瓶 在殷商早期的遗迹中 考古学家还找不到马骨的踪影 直到攀更牵引后的安阳 马匹与车辆在一起的壮观景象 才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文明的渐进发展的过程 也同样适用于对文字产生的观察 如果我们把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的文字 三星堆古蜀国文字 云南青藏的东巴文字 贵州赤水的水书文字 河南二里头的象形符号 与后来盛雄于殷商的甲骨文字放在一起 就会看到文字的发展 同样经历了交流和渐进的过程 整个殷商时代的前期 就是所有这些文明成果 不断汇集融合创造升级 走向成熟的过程 是中原数千部落逐步进入 永久定居的城邦时代的过程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我们希望在帝王将相的道德史叙事之外 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场景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东亚大陆出现青铜与西亚文明的传播有关 这些文明成果先是在中国的西部落脚 然后传到了中原 这一现代科学和考古发现确认的结果 并不符合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史观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 东亚大陆的西部相对于东部中原 始终是落后的边缘的从属的被贬制的 但这不过是因为中原王朝 掌握了历史叙事的主动权而已 实际上即使是农耕文明 东亚中原以南的江淮地区 种植业的兴起也比中原要早得多 在青铜时代 东亚大陆西北西南土地上活跃着大量的部落 无论是马匹驯化还是车辆的制造 无论是金属工具还是兵器的铸造 战法的发明都曾经是领先中文的 西北的甘肃齐家平 成匹发现的青铜器中没有礼器 只有青铜的工具和一系列兵器 这些推进了中原文明进程的刀 奔 枣 锥 代表着最纯正坚实的青铜文化 没有普及的金属农具 没有数量足够的木工具 中原王朝就像是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任何宏伟的规模 想象 注定了 都是虚妄 在盘庚之前的一百年 殷商王朝的都愈搬迁了六次 当盘庚宣布殷商将要第七次迁都的时候 王朝在七府附近 一个叫做燕的地方定律 刚刚过去二十年 以往的几次迁都并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 也没有任何反顾的经历 但这一次 王室的贵族和经纪的百姓明显不愿意搬迁 占卜的结果也不好 之所以反对的声音如此强烈 说明了在燕这个地方 积累的耕地和房屋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财富价值 或者说青铜的铲子和青铜的木工工具 在燕已经得到了比较普遍的使用 形成了固定资产 盘庚不得不拿起辅略 动用他作为君王的权威力量来推动积极 在文字记载的史料中 盘庚一共就留下了有关这次拆迁的三个重要讲话 他不说新东城哪儿好 也不说旧城哪儿不好 面对不同意见非常不耐烦 盘庚把贵族全部都召集到广场上 他要训话 尚书李写他当时训话的口吻特别传声 他说 我告诉你们 我是劝也劝了 骂也骂了 趁早死了你们那点小心思 你们不但不去说服百姓 自己还先闹上来 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我告诉你们 老的小的不算 把你们的人都招呼好了 你们只需要按我的要求去做 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从今往后 每个人都要尽职尽责坚守岗路 做好你们的工作 管好你们的嘴巴 你们该想的只有服从 如果有谁牢骚满腹不走正道 自作主张不服从领导 谁这么做 谁就是十恶不赦的 罪魁祸首 我会割了他的鼻子 杀了他的全家 彻底断了他的香火 绝不会让一个有二心的人 进入新的独城 相信我 我现在用现代汉语转述的都是 盘庚的原话 说到搬迁的好处 盘庚只说了一条 那就是搬完这次 再也不用搬了 但这种话 估计每次迁都的君王都说过 每次也没算数 因为能不能实现永久定居 这并不是人的意愿就能决定的 这是综合认知能力 生产能力和建筑能力都达到一定水平 才能真正实现 在远程并没有被淹的情况下 力主迁都 体现了盘庚未与筹谋的高专严重 但另一方面 民众的反对则体现了 社会生活的另一种经验 大规模群居的很多问题 已经可以初步解决 比如 从抛荒到轮庚概念的初步形成 对人畜奋变了管理意识的形成 对耕地的身翻 整理能力的提升 对搭建房屋 所用建筑材料和加工能力的提升 让耕地和住房 具有了固定资产的价值 这显然不是实气的制作和使用的技巧提升 所能带来 更不是君王的英明造就的 明明是人类大范围的交流和 中原祖先集体的智慧 造就了中原农耕文明的进阶 历史却似乎变成了高瞻原主的旁耕 与余味雍众对抗的独角戏 这个专横强硬的人 怎么就成了引领 面商时代中兴的明君呢 或者 咱们换一种论法 为什么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 会需要一个自以为是的王呢 这是个好问题 值得我们从头开始梳理一下 照寻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梳理形成历史兴衰的背后成因 不开专注帝王人品的道德迷雾 重构物质文明决定的祖先生活 大型历史场景和在喧嚣中听到 沉浸的声音 从灵溺的细节 看 科码的中国 为什么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 会需要一个自以为是的王呢 这是个好问题 值得我们从头开始梳理一下 因为中国传统的史书上一开篇 这些主角 就已经在台上了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 国王这个位置是上天设计的 人选也是上天指定的 能当国王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 是天子 最初的王干脆就是神 神话中的王叫做三皇五帝 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初创者 后来的姚舜宇不再是神 变成了凡人中的能人 热心为大家办事 德高望重 大家都愿意听他们的指挥 在这些传说中 担任国王是一个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的苦差事 更让人感动的是 当钱一个人干不动了 他并不是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要让给另一个能干的人 这个被万事称颂 充满了美德的行为 叫做善让 尽管这种高尚的例子只有两个 姚善让给顺 顺善让给语 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 这个传说的本身是矛盾的 在人类的情感中 高尚意味着超越个人利益的牺牲 如果当王真的是一个苦差事 那么让给别人就说不上有什么高尚 也没什么可以让人感动 如果后代写历史的人被感动 起码在他的眼里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牺牲 而不是什么苦难的解脱 在古老的中国 叙述历史的人 就很喜欢把王者对利益的战友隐藏起来 让最初的君王看上去不但没有利益 而且还乐于奉献 乐于放弃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 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备受质疑 在竹书纪年的一个版本中 顺把姚囚禁在平阳 并且驱逐了姚的儿子 夺得了帝位 顺帝还杀了大宇的父亲 结果是被复仇者大宇流放到苍茗 到死也没有用 很多人都说不 这不是真的 这是后来人编的 那我告诉你 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 韩非子在他的说谊中说 顺一遥 雨一顺 他说的顺和雨 商汤和周武王这四个人 都是以陈下的身份杀了军王 但是普天下的人都说他们干的漂亮 天下欲知的天下 这两个字 说明这种说法在两千年前是非常流行的 当然我们不会傻到用一个传说去证明 或者否定另一个传说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的 如果你非要说当国王是一种道德高尚 自我牺牲的行为 那么你的观点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的 动物世界里具有社会化特征的物种 会有比较复杂的分工 会有王甚至会有名秘 会有复杂的信息交换 但这都是通过漫长的进化刻写在基因里 人类社会的等级差异 不是基因决定 而是文化规定 这是人类所特有的 但是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呢 这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全世界不同文化 不约而同的都诞生了国王制度 这显然是文化上的必然性 采集时代人群规模比较小 但也要有个强壮并且经验丰富 善于指挥的领头呢 没有多少生物时 但分食物时有的先后 还有的交配权的战略 到有了驯化动物和植物能力之后 人群寄居数量越大 生产能力就越强 分工就越细 社会文化的规则系统就复杂 王不仅仅是一个个人 而是一个系 当代社会学家 动物学家的观察反复证明 无论是人类的部落 还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的群落 王者一方面是种群存活 和延续的关键角色 另一方面也无一不是群体中 最大利益的战友 在这方面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是 作为协同规模 远远超过任何物种的人类 君王的诞生 是全球不同文化 无一例外的必然 比如 农耕需要有人看天使 建造和征战需要有人看吉凶 群体社会需要有人调解和决断争议 甚至需要专门有闲人去绘画写诗 或者用创造性的发明 去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需求中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众人之上的王呢 我们都知道 汉字是表意文字 无论如何抽象简化 很多汉字依旧像是自己在说话一样 非常的传神生动 对于汉字中的王字 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解释说 一贯三为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汉代的儒家学者董仲书解释说 古代创造文字的人 先画了三横 这就是天地人 然后再用一束把它们连起来 贯通了这三者的就是王 一个人能把天地人全都连接起来 这当然很了不起 所以天下的人就会纷纷来到他的身边 形成了王的国度 这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释中对王字的解释 天下所归王也 三千六百年前 中国殷商时代创造文字的人 在创造王这个字的时候 到底怎么想的 这是一个隐秘的细节 甲骨文考古研究证明 汉字最初的创造者心里想的 跟贯穿天地人毫无关系 甲骨文中的王字 甚至不是三横 而是直接用简笔画出的 中国古代青铜斧跃的形象 跃就是大斧子的意思 是中国先秦杀伤力最强的兵器 用威猛的武力象征王者 并不是造字人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甲骨上刻字 是为了军王自己的战略需求 那些文字都是为军王创造的 使用辅阅这样一个让人 忽恒而立的暴力符号代表王权 这并不是因为造字时代的人 比后来的解释者更能清晰地看到王权的暴力本质 他们只是画出了当时人所顾知的常识 王权的本质是驱动群体进行创造收益的协同行动 并且掌握着群体利益的分配权 这并不意味着某种天然的恶 王的出现是特定条件下人类群体生存的刚需 也是王与群体之间利益交易的差 从群体利益的角度来看 没有大规模协同就没有个体的收益 你比如狩猎 迁徙 开荒 宝卫成益 靠个体的力量都是无法完成的 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过程 其实就是王者借助暴力 占有利益行为的规则化 透明化和利益分配 公平化的不断实现的过程 回避或者掩盖君王 依靠暴力实现对利益的占有 你是看不清历史的规律的 中国人最尊重的思想家马克思说过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仇 所以你看 在姚舜宇的传说中 虽然无私奉献的品格消弭了暴力与利益的痕迹 但同一个故事 王位善让所带来的感动 又恰恰证明了巨大利益的存在 无论是当代人类学观察 考古发信 文学作品还是在网络游戏中 人类部落群体中荣耀的王者 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最大利益的战争者 在这一点上 甲骨文中由辅阅构成的王字 更符合今天人们的认知常识 尽管部落的首领酋长早在祖先还是猎人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但你在部落中称王 却不一定是国王 因为国在汉字中是专有所指的 甲骨文的国字是由兵器和城墙组成的 它的意思是由武力和围墙护卫的诚意 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 人类在采集渔猎时代的极具规模 一般不会超过150人 农耕之所以成为主要的谋生方式 跟人类极具规模的不断扩大 有直接关系 但无论是半采集半农耕的时代 还是只有石头工具 仍然在不断迁徙的农耕时代早期 那个所谓的城墙 不过是起到原始森林中 防止野兽入侵的作用而已 它不是给人类战争准备的防御屏障 也不会有人专门去负责首位 只有耕地具有了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动产价值 而不是被不断的抛荒 只有祖先有了永久的居所 而不是永远在迁徙之后 土地和村落才成为不同部落 拼死争夺和守护国家 城墙才值得用巨大的投入 修筑成高大坚固的防疫设施 所以汉字中的国字 意味着祖先开墾的耕地 修建的房设具有了用城墙 去保卫的财产价值 意味着中原社会进入了 永久定居的城邦时代 它的前提就是青铜工具的破棄 从今天人类史研究的共识来看 由土地耕种带来的能业文明 开启了不同部落之间生死之争的大路 但在殷商王朝将近六百成的历史 史书上并没有多少战争经历 史记上记载的殷商王朝的历史 除了一头一尾 中间连一次战争的记录都没有 在竹书纪念上记载的 成汤到盘庚之前的三百年 一共只跟兰仪 批人 深人 和丹山荣 这四个近邻的对手 打过五场 但是在盘庚之后的二百多年里 战争的频率明显的增加了 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 不是帝王的道德水准忽然降低了 而是永久定居 带来的经济体量和财富价值 大幅度提升了 在定居点周围 修建城墙显然不是盘庚的创造 起码 山西临分陶寺的大义 河南二里头的吴城的大都 安阳京都之前的眼督 都是具有财富价值的成立 但是 眼督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渠府附近 就算是会受到黄河洪灾的威胁 也没有妨碍它后来成为鲁国的都城 诞生了伟大的功夫 我们的问题是 为什么盘庚一定要 实际上 殷商王朝此前的几次迁都 你看着就像是在黄河两岸跑来跑去 但那些废都 并不是真的变成了鬼城 他们依旧是殷商王室的直属成义 随着时代的推移 你忽然发现 这更像是沿着中原河津区的边缘 进行的漫长的跑马圈地 从行阳到行台三百多公里 从屈府到安阳三百多公里 山王朝用不断迁徙的国都 在中原地区画出了一个园 现在 殷商完成了他对中原最肥沃土地的圈战 该为这个园建立一个 适宜统治的最高点 这个最佳的地点 就是今天的安阳 在用今天的测绘数据 生成的地形模型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安阳的优势 这里是东亚大陆 从第二级阶梯 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区域 背靠太行山脉 既是阻挡西面来犯之敌的重要天然屏障 又是俯瞰中原的战略要地 它的下方 从北到东到南 分布着殷商曾经的都城 形成了对核心国都的宫位 这是此前六个斗艺 从来没有过的军事优势 再看农业 这里有太行山脉东路宽广的冲击平原 河网腹集土地平整肥沃 足以养育较较大规模的都艺人口 更重要的是 黄河穿越崇山进入中原 受到太行山之脉的阻打 无论如何泛滥 永远也不会留到安阳 这同样是殷商此前六个都艺 从来都没有过的 在测绘只能靠肉眼 丈量只能靠双腿的平台 在茂密的原始丛林和野兽出没的荒原中 中原大地上的祖先 能够准确地选择这样一个理想的造成之地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这当然不是盘根个人的志愿 他抡着青铜板斧大喊大叫的样子 也让人讨厌 但他的深谋远虑和坚定的意志 还是值得钦佩的 毕竟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殷商的都城再也没有搬迁 这让我们的祖先获得了创造东亚大陆历史上 第一个商业文明繁荣期的机会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陌生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咱们下期再见 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下一集即将未明今世 城邦时代的中华文明是辉煌灿烂的满天星斗 实际上无论是这片大陆的北部西部还是东部南部 都活跃着大量同样是中国祖先的部落 您将了解中国的货币为什么被叫做钱 它本来的意思是古代一种种田用的产资 银商巨大的财富规模源自何处 青铜器468件 鱼器755件 骨器564件 海贝6800多枚 那么问题来了 你换个地方种庄家 凭什么就发了财 凭的是买卖 银商人员交流的范围有多大 考古的发现实在是让人震惊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6月1日晚8点30 优酷视频全网上线 小声剪落无人追 莫要无奈愁徘徘徊 更近孤孤空流灰 月子迷离人憔悴 恩怨愁难者 此相似尽缩 欲输心欲乱 却空门难却 现实陈笑红 嫉妒纷扰愁 独坐浅默雨 黯然花卓游 恩怨愁难者 此相似尽缩 欲输心欲乱 却空门难却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考场如赛场 小出高赛线辅导 就上网易有道精品课 感谢腾讯微视 同城旅行 中国网 顶端新闻 360娱乐 中国联通卧邮箱 西鸟公考APP 西半球APP 土巴兔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小出高